毒海浮沉有幾個月沒見大家 大家好嗎 在這幾個月我毒癮又加深了 因為我已經換套第五套的系統了 第五套了 我玩了七個月就換到第五套 OK 在這集來說 都算是這麼多條片裡面最扔本的一條 為什麼呢 我們看一看這邊 因為今天我們將會比較這個叫做 我個人的意見 去比較這個叫做菲利普的9700 和這個叫做OPPO的103 那就是現在市面上最Hit 最隻手可熱的兩個宇宙盤 大家覺得它們是同grade的 所以我就拿出來比較一下 不斷看一看我的系統 喇叭換了 已經看到了 是一個仿35A的一個喇叭 但是這些喇叭當然完全不同 所以聲音也不可以比較 但是我用得的 你相信我 我覺得是OK 很平衡的聲音 如果不是為什麼有S520 不用要用它呢 好了 過來過來這邊 那中間這裡有個M 是一個300B單端合併的M 不斷講講膽 因為其實都不是重點 這個位置本來擺這個叫做5U4G 或者5U2Z3 那我現在用的是GZ37 有U52我不用 有Nutron我不用 我最後選了這支GZ37 旁邊這裏就是兩支的5U687 跟著中間就是一支最舊的MALA CV181 來代替了一支 這個位置本身是6SN7 我用了一支CV181 口聲很多 跟著後面就是兩支9552的西電300B 重點講講今天的主角 就是這兩部機器 上面就是Phillip 9700 下面就是OPPO的103 那都是現在隻手可熱 最多人談論 以及一起拿出來談論的宇宙盤 那為什麼我要拿它們兩個出來呢 除了很多人一起談論它之外 因為其實它兩個的前身 或者上一代我都算是用過的 因為Phillip對上的影片 我是用了9600 如果大家有看上一次的影片 那我是用9600 就是我因為 不是它的音色有問題 是它的操作令到我非常之厭惡 所以我就放了它 但是音色上來說我是OK 因為我是主要聽音樂的 那下面OPPO OPPO我用過這個叫做83SE 也都用過這個叫做OPPO 95 那我認為操作上是非常之好 是一部有心做的機 尤其是聽歌來講 但是呢 如果以之前來比較 譬如9600 比較於OPPO 95的話 聲音來說 我比較懷念9600 多少少 但是這兩部機的表現如何呢 就稍後試試才知道 事先聲明 我的比較是非常之主觀 以及偏激的 為什麼呢 因為我最主要是想買來 是聽歌用的 就是 因為我沒有地方放那麼多東西 所以呢 我間不喜歡看唱片 但是我主要是聽歌 就是一星期我要聽七日歌 但是可能不看一日唱片 那我用什麼來比較音色呢 當然不能夠用太流的東西 第一 就是用這隻 玉智浩二的SACD 因為 因為 說明是宇宙盤 宇宙盤 其中一個最大的特色 就是可以配上這個SACD 那就要試一下SACD 第二 就是 狐林的 這隻新的大碟 就是TES 為什麼要用它呢 是SyncTES 為什麼要用它呢 因為很多人 就說 覺得這隻碟 不夠上次的JetStamp 好聽 但是這隻碟 是很巧妓的 就是真的要那套 平衡的系統才配得好 那我今天也會嘗試用這隻碟 去配 順帶一提 這隻碟 是跟這個叫菲利浦的9700 送的 不過很老實 如果真的要聽 一早就買了 好像我這樣 既然試這隻 酒紅色的心的SACD 那當然選擇 為人最熟悉的第二首 酒紅色的心來聽 那這邊 我選了第十首 讀上西流 因為喜歡 那個 湖林一開始 清唱那個intro 然後入那個大題琴 彈那個大題琴 我都覺得 挺好聽的 所以這邊 我就選了第十首 嗯 但是呢 轉頭呢 播歌或者試聽那個片段 我就不會拍出來的 第一會悶 第二呢 就是 經過這個叫做拍攝的收音咪 聽到那個音質呢 是完全不準確 也都不可以作為參考的 所以呢 我只不過呢 是會聽完之後呢 就告訴大家 我覺得是怎樣的 那 閃下眼呢 就已經過了四首歌的時間了 那 那 我 簡短地 評價一下 那 我覺得菲利普呢 那個音樂感 我就覺得舒服一點 尤其是人聲就有感情少少 那 那 那 Oppo呢 就 那個 提琴的聲音呢 很明顯 Oppo那個 Bass呢 是給到那個衝擊性 是大一點的 那當然 如果說完廢話來說 那你都要二選一的啦 在音色方面 我選菲利普 是不是呢 好啊 喂 喂 喂 可以幫我打架嗎 可以 好啊 那麼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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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性化多一點 OPPO 播出來 工業用的 對 指甲鉗 OPPO 播出來 讀上西流的聲音 比較乾旱 距離遠一點 沒有那麼容易聽 波浴之號 以酒紅色的心 有少許滄桑味 OPPO 播出來 比較乾 不過低音好一點 我 要試這兩套機 最主要是因為我需要聽歌 我很麻煩 因為我用膽機聽歌 膽機就沒事 我是叫師傅 逐隻牛轎來幫我組一個膽機出來 變成只有一個input 糟了 如果我要看唱片 又要聽歌 當然要選擇一個好聲的宇宙盤 但上次我用了OPPO 95 本來是相安無事的 是很滿足的 我很壞不壞 就為人借了一個純CD player 回來 是一個CD M4 加1541的一個Player 怎料Play 差那麼遠 死了 所以我為了追求這個音色 就想爆頭 我想過很多非常愚蠢的方法 例如 我Play碟就用Bullway機 然後Play歌 就用CD Player 誰在Play的時候 我就插插插插插 後面那幾條RCA 但這是非常笨實的方法 我就放棄了 然後推不住 不如這樣 我只用 Samantha Dplay的人OUL 看碟的時侯 就用電腦 把電腦插插在76 侯 然後週 toute 他再放在M 就可以了 我做電腦插 read 那我想一下 那又是要拔拔插插 因為我一套M 我一套M只有一個input 那結果我有一晚睡不著 我結果想 我只要提高那個Player 那個音色和音質 那就可以了 那試聽完之後 我個人有一點建議給 接下來考慮 這兩部機可能二選一的朋友 如果 100分為滿分的話 在音色方面 菲利普是 贏OPPO 五個蘋果的 不就是 菲利普是贏OPPO 我覺得是贏了15分的 在音色方面 但是我自己只是用來聽碟 大家可能用來看碟 這個是不同的取向 所以在操作性方面 沒辦法了 OPPO 是起碼贏回菲利普 20分 或者過外的 在操作方面 無論它讀碟的速度 製的反應 Menu等等等等 全部都是拋離 菲利普的 尤其 菲利普呢 它 很多一些我很不喜歡的設定 就是譬如我 我進一隻碟進去 聽的時候 它就一定要 Auto Play 然後 就一定要 Resume Play 因為 它上次在哪裏停 它就馬上彈在哪裏 播出來 在我聽碟來講 就很不方便 但是在OPPO來講 因為OPPO 它可以熄了 剛才Auto Play 和Resume Play 兩樣東西都熄了 那就很像一部CD Player 兼且 就可以 有一個叫Pure Audio Mode 就純粹聽歌用 關掉屏幕 以及它關掉裡面的 video 那這個是一個 蠻用心的設計 啊 最後提一提 菲利普呢 有一個 真是 我想不太明白的 的設計 就是 為什麼要插著 HDMI線 才可以 SACD呢 我第一部 我第一部的9700的確是這樣的 現在這部 我已經回去再換 第二部的9700 我不知道是因為 它更新了 Firmware 還是什麼問題 現在就不用插HDMI 都會播到SACD 但是我第一次回來的時候 蛤 我播到SACD 沒有聲音的 然後插回HDMI 它又播到 竟然是這麼奇怪的 那所以呢 以一部機 它的操作 Firmware 或者裡面的軟件 來講 哎呀 菲利普真是 令人又愛又恨 既然要想 怎樣提高音色 或者音質 我想了很久 加一個DECK 就行了 那我就加了一個DECK 同軸輸入 然後就這樣 RCA 兩條 就這樣 最簡單的一個DECK 這個我也是找師傅砌的 那跟著呢 我發覺加了之後 哈哈 現在我又試一試 又播多四首歌的時間 我發覺呢 我加了這個 我叫師傅砌的DECK之後 就 那個音色呢 是 提升了 幾何級數的提升 我覺得 終於 就近回我用純CD Player 去聽歌的聲音 那兼且我還聽到 SACD 尤其是剛才 播了一隻 《玉智浩爾》 所有聲底都很厚 那 這首歌完全 無論樂器好 人聲也好 是很厚 是很厚 但是呢 很有趣的 即不是說 合不合機的問題 是兩部機都 同時提升了 但是優點和缺點 是依然保持的 不過好在 優點和缺點 就 優點放大了 但是缺點 就沒有放大到 你覺得怎樣 有打格仔的 有 好 好的 OPPO103 加了DECD之後 就好聽一點 不過我覺得 都是 喂 入獄了 算了 那麼 菲利普9700 加了DECD之後 非常之好聽 相當 像是一個真的歌唱者 在我前面唱歌 我覺得 讀上西流 胡林在我前面 他好像很用心 去告訴我這首歌的內容 很有觸感的感覺 《欲至浩爾》 如一如素 好像一個男人 一生上下起跌 在我前面 說給我聽 掃說給我聽 真的好很多 這個DECD 加了9700 之上 我會選 但如果聽歌來算 就是菲利普9700 再加上DECD 是真的很好聽的 你是不是收了錢 不是騙你 不是吹水 不是賺品 真的加了這個DECD 是好聽了很多 大家也可以嘗試 去加一個DECD 我知道也很多人 不會是這樣做 但是 也是合理的 為什麼加了DECD 好聽很多 就是因為可能 不好意思 這兩部機本身 裏面的DECD 就 未去到 那麼專業 或者是 那麼聽歌用的程度 我真的加了一個 聽歌用的DECD 就的確是 大大大大大提升了 所以呢 我現在在想 你知道這個DECD多少錢 不知道 千多元 很不值 你是不是收了錢 這個釘是千多元 那麼我現在呢 就叫師傅 喂 不要那麼噁心 這個面板 行不行啊 不要用紅燈 行不行啊 不要用兩顆東西 行不行啊 用一塊 好像他們那樣的黑色拉絲 行不行啊 那麼師傅說行 那麼 遲些我就會換了 不是只換個面板 我會遲些做一部出來 用這個 拉絲的黑色面板 那麼做一部 那麼 如果 有哪位師傅 是用這兩部機 又想便宜一點 千多兩千元 是嘗試提升他的音色的 那麼 可以上我Facebook那裡 留意一下 我什麼時候做起 那一部東西 那麼 給我一個中肯一點點 和客觀一點的結論 不過算了 我說的都是不客觀的 如果 因為我自己 真的偏向聽歌多 所以我就會選擇 9700 但是我亦都要 無可奈何地忍受 它那個面板 即它那個 menu裡面操作 那個面板 又要忍受它的反應慢 還有忍受它的按鈕 有時候按下去 是 不是馬上給你反應 讀碟慢 等等等等等等 一進一隻碟 就auto resume pay 那些東西 那我就要忍受 那 但是如果 我是真的 看碟來講 即比較 是出向看碟 多些 而少些聽歌 我就 無用之然 我是一定選擇OPPO 103 沒辦法 尤其它獨碟快 再加上它的反應快 再加上它現在 進去裡面那個 menu 是直接可以按很多 譬如上下youtube 看下Zero加大的影片 等等等等 是 很user friendly 哎呀我終於想到這個 OPPO是user friendly 得太多 那如果你是主要是 看碟的 我絕對 建議你是用103 聽歌 然後你又可以忍受到 那些很爛的操作 你才會用Phillipo 剛剛miss了 就是講那個 叫做比較的畫面 那幫PCM賣一下廣告 我有專欄在那裏 是嗎 比較畫面來說 你可以看今期是PCM的 它是兩個CAP screen 它是比較出來的 因為我自己對於顏色上面 或者對於一個叫做 Bluoray機的Player的質素 我不夠膽作出一個很深入的評論 腰部 Vocês也沒看到 你在哪裡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